劳队的第三局下半场 帝多是月亮和公园爱丽是祭出了自己的一张底牌 艾尔哭鬼 怎么说呢 这套阵容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 微博他们不想平局 因为如果想平局的话 野人换个守目其实更扎实一点 然后修点会更快一点 他们想要去打一个多跑 然后结束比赛 这套阵容两边都有的打 但是我觉得 很看开局 因为这套阵容有佣兵有野人 真的很看开局 艾尔哭鬼上来 你遇到佣兵野人 你的头皮很麻 对吧 你上来遇到个入恋师 其实就算他入恋了 也不错 因为距离拉得不特别远 然后你这边对吧 他直接入恋 那你加速在一起过去找他 你挂的话 你可以加速在一起挂回去 都可以 我们看开局遇到谁 开局遇到不错 回忆 上来直接遇到的是回忆 回忆这边要开车 等这边在等火 开 有没有火 哎呀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的话 这边车站已经点了 直接过河了 游民这边是已经点了车站的过河 过河的话 这边就比较难受了 第一个最香的最想要抓的人 没有机会 这朵火拉到了 我甚至觉得艾力都赢了 现在的话不好说了 现在不好说了 现在这个局面的话 就看这边是硬找 硬找 硬找回忆 这个距离有点远 从大优到大猎的一个开局 这边在夺火 扭掉 砸了个盘子 帅气 真的是可以啊 这波回忆已经秀起来了 秀起来了 这里 我记得应该有一个洞 这边应该有一个洞 对 这边有一个洞 过河 然后 有没有加速的板子之类的 他这边上滑梯 等着你 艾力这边再补一棵树 往下一压 然后找角度 有没有火 有没有火 没有火 没有火 这个击倒的时间有点慢 而且他就在这边半场玩 拿火 追 闪现 哇 这个闪现想打一个震慑 我去 这一波 这一波震慑的话 是可以把局势扭亏为赢 或者说不能到赢吧 至少是 对吧 可以有机会的打一个平的感觉 现在的话 这一波全没中 闪现弹刀回忆 拉 哇 这回忆啊 已经秀翻了 一个人拉满 牵制全场 这边再来描火 哎呦 还有一块板子 还杂头 这 这是入炼石吗 这还是入炼石 翻个板子 还得玩 爱丽那波闪现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已经很烈了 他一定需要一个闪现 来打一个 震慑来翻盘的 要不然的话 这把就 现在的话 应该是 没有什么太多机会的 因为入炼石他这边还能玩 他还能开车什么的 爱丽想宝瓶的话 要 穷者失误才行 只有穷者失误才有可能 终于是打到了一个火 这把回忆已经秀满了 前面还有一块板子 再翻个板 这边等下一个火 等下一个火 下一个子火 这让我们看到了当年那个 对吧 牵制之神 直接入炼吧 直接入炼吧 不入炼吗 等你挂上再入炼 等你挂上再入炼 再拖一拖你时间 这里的话 穷者最好是分开啊 就是开两边的门 开两边的门 他是想流灵旧 直接入炼了 入炼了 机子是已经好了 然后开两边的门 这边是想给那个入炼师 吃一个买血的状态吧 机子直接晾 晾完以后 这边两个人 那拉开一个就行 拉开一个就行 艾力的话 这边能不能秒掉入炼师 然后再找机会 祭司想打大洞 阿东一个洞上去 这闪现不能交啊 这个闪现交不了的 这闪现交了 留不了下一个人的 那边的门已经在点了 点完以后关键还有搏命 切插眼 他这边只有一手就是 瓦板过去拦住这个回忆 但是你拦住其实也没有用 球者这边的话 甚至可以对吧 派一个人过来压一手 这个点 他这边还防这个大洞 对 因为这边如果大洞过来 对吧 那应该是可以恭喜微博 翻个板子 这把的话没什么可讲的 就是纯牵制 个人的牵制能力 一人六五台 一人六五台 一个入恋师 一人六五台 真牛